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交护马 杜阴杀 哈哈哈哈 来呀 他是威震三官的北宋战神 杨毅 曾在千军万马之中斩杀敌军主帅 仅凭几千人 便可大破辽国十万大军 然而 金戈铁马 英雄末路 北宋初年 未收复燕云十六周 宋太宗令杨毅 北伐辽国 杨毅率军和辽兵展开血战 谁料 被奸臣出卖 导致三十万杨家军 全军覆没 只剩下杨毅一人 浴血奋战 他手握金刀 气罐长虹 瞎得敌人不敢近身 来呀 辽国将领刘建商 又恨又惧 飞兴齐 出列 飞兴齐乃是辽军最精锐的骑兵 他们全都由一流高手组成 飞兴齐一众气管 最后 杨毅父被受敌 战死沙场 而他那把玉刺的金刀也沦陷在辽国 虽然杨家军尽数炫国 但天波斧杨家还在 为了找回杨家的玉刺金刀 杨九妹决定迁入辽国 杨姐妹大大出手 九妹技高一筹 胜了八姐 还望姐姐成全 真要去 不怕死 八姐也是忠烈之人 看九妹如此坚持 刀山火海 他也陪妹妹走上一趟 这边 两姐妹苦心积虑 想要潜入辽国 那边 却有人对宋朝朝思暮想 焦光浦本是杨叶亲兵 纵辽大战时 他侥幸存活 然而 辽军占据宋土 必须有通关腰牌才能放行 焦光浦只能以银杏埋名 在宋辽边境 开了一家燕归客栈 因为他酿得一手好酒 辽军特别喜欢到此饮酒作乐 焦光浦只能假意殷勤 可叹我 身在犯放心在家 却无有腰牌把南朝下 眼前虽有千坛酒 心中仇恨难交下 难交下 这边 焦光浦暗中折服 等待时机 那边 杨家姐妹已经潜入辽国 他们扮成辽兵 夜叹丞相府 看着眼前的金刀 九妹心中激动万分 这是什么 杨姐妹配合默契 成功避过机关 拿下金刀 谁料 暗中射来一支冷剑 九妹不幸中剑 原来 一切都是丞相的计划 他和刘剑商谋划 利用金刀 引来杨家后人 污蔑宋朝 刺探辽国军情 然后挑起宋辽大战 然而 刘剑商却万万没有想到 丞相突然返口 抓捕盗贼的事啊 就交给叶绿查汉吧 什么 闹跟丞相 底下的计策呢 如今 宋辽即将议和 辽太后和王公都不想再大动干戈 丞相是一介汉人 在朝堂上没有太多话语权 刘剑商气愤不已 他不求荣华富贵 只求天下一统 建功立业 你啊 好自为之 但刘剑商并未退却 他要独自完成计划 毫不知情的耶律查汗正在追杀杨家姐妹 渴望立功的他 穷追不舍 九妹又中一剑 两人只能躲进前方卢伟丛 试图卡住敌方视野 以此寻找机会 诸葛击破 虽然小兵都是满击射手 但敌人埋伏在草丛中 他们也无可奈何 姐姐 我要是死了 一定要把劲刀带回去 眼看敌人步步逼近 八截挺身而出 吸引火力 小兵果然中计 三人一足 空中射箭 八截趁机开大 支出银枪 刺死一人 最后 反手握住飞剑 并趁敌人不备 强下木工 成功搭剑 诱杀一人 但小兵层出不穷 八截一不留神 被耶律查汗从背后偷袭 耶律查汗秉持趁你病 要你命的原则 拎起战马 就要踩死八截 前军一发之际 九妹及时赶来 她强忍伤痛 推枪对敌 八截也没掉链子 趁耶律查汗不备 抢了她的马 最后 拉起妹妹活速离开 抢我的命令 封锁边境 一个都别放过 姐妹二人拼命赶往边境 此时的送聊边境外 焦光谱正在跟厨子和小二斗嘴 掌柜的 这是不祥执照 乌鸦嘴 那是喜缺 果不其然 焦光谱迎来了大喜事 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 看上她酿的葡萄酒 要派使者前来取酒 萧菩萨哥 是萧太后侄子 她为人乐善好施 风流 却不下流 为了哄姑妈开心 她接下取酒的差事 我话不多 咱们先办正事 我虽然是皇亲国戚 当年在沙场之上 我也是龙马医生 以放难当 焦光谱只好忍辱负重 听她表演单口相声 好在她终于尽兴 掏出玉刺金牌 现任务完成 萧菩萨哥便准备打道恢复 原来 焦光谱使出了美人计 看着楼上走下的美人 萧菩萨哥心中荡漾 她当即摒退了锅灶的护卫 美酒佳人作伴 萧菩萨哥被迷得神魂颠倒 小二和厨子趁机离开 在马厩解决了两个护卫 萧菩萨哥也被灌醉 焦光谱趁机取下她的通关令牌 但她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焦光谱便留她一命 将她暂时关进了缸中 看着眼前的通关令牌 焦光谱喜不自胜 我也该要鬼难朝了 你二人跟随我多年 这项金银也不分了 明天一早 我们各奔东西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 此时 杨家姐妹已经赶到了客宅 看着妹妹苍白的脸 八姐决定冒险一次 店家 出来签马 怎么了 输 签马去 两姐妹一声不吭 闷头走进客房 焦光谱见多识广 当即秀出一丝异样 她端着韭菜来试探 八姐心生警惕 店家 这既是好酒 那本将赏你 焦光谱赶忙推辞 但八姐铁了心 要她满影此杯 焦光谱直接摊牌 跟我这儿玩什么鹰 女扮男装 一人带伤 不是什么好鸟 说吧 她抽刀便砍 八姐一刀挥出 却被焦光谱躲过 八姐一路追杀 打得焦光谱狼狈逃窜 但她也早有准备 逃到大堂 一把抽出银剑 与八姐斗的不分上下 八姐挥枪变刺 焦光谱只能狼狈逃窜 她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不断戏弄八姐 然而八姐直接砍断竹子 让焦光谱摔了个四脚朝天 焦光谱只能使出真功夫 两家枪 你是谁 双方这才相认 焦光谱将原委一一道出 但八姐却不敢轻易相信 焦赞是你何人 乃是小人堂兄 听闻焦赞的刀法 也使得出神入化 堂兄并非使刀 乃使一杆铁枪 八姐这才确认她的身份 并将金刀拿了出来 焦光谱激动地当场叩拜 还将她谋划的南归路线 告知两人 若二位不弃 小人愿一路互索 你我三人同归南朝 但眼下最要紧的 是酒妹的伤 焦光谱眉头紧锁 因为她开的是酒馆 为了伪装彻底 并未准备伤药 但她突然灵机一动 焦菩萨哥肯定有啊 我有个伙计受伤了 要金创药 金创药那自然是有啊 给我 没带 那你说的有 你只问我有没有 你何时问我带没带 焦光谱当即盖上钢 要离开 焦菩萨哥赶紧求饶 她虽没有金创药 但有更名贵的黑玉断絮膏 阿姐将断剑取出 涂上药膏 酒妹这才保住性命 焦菩萨哥死性不改 推着酒妹饭起花痴 我给你好好买 姑娘这是何意啊 你我宋疗都不再交战了 焦光谱被她啰嗦的头大 用抹布堵了她的嘴 然而 即使宋疗不再交战 三人出关 仍然需要腰牌 谁料 焦菩萨哥一口吐掉抹布 要什么腰牌呀 要我呀 保证你们一道 畅通无读 我下面就喝腰牌 真行啊 告辞啊 然而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第二天一早 焦光谱正在烧火做饭 院外传来阵阵马蹄声 原来是耶律查寒追了过来 焦光谱只能撑起笑脸 假意奉承 这不是南皮士军 富都部署 耶律查寒大将军吧 老将 最近可有生人往来啊 没有 都是熟客 耶律查寒不宜有他 带着兄弟们进屋 让焦光谱赶紧上酒 然而 他一进去 便察觉不对 楼上一闪而过的人影 桌上刀劈的痕迹 无不招失至此处有意 耶律查寒按兵不动 好酒好菜 给我上着 好嘞 焦光谱趁机上楼 然而 酒妹怒火中烧 认定是焦光谱卖了他们 但楼上的达豆 还是惊动了辽兵 他们赶紧上楼查看 焦光谱联合两姐妹 演了一出戏 巴结怒斥焦光谱 强娶二人 耶律查寒半信半疑 他当即要拿下焦光谱 酒妹只能挺身而出 严民两人孤苦无依 愿意投靠焦光谱 萧太后亲自的金牌玉酒 就是兄弟管够 大哥这事咱争一眼闭一眼 好吧 我要那两个两人陪我喝酒 两姐妹只好假意奉承 耶律的手下便去了厨房 打算找焦光谱出气 两人刚进厨房 就被焦光谱和厨子摸了脖子 此时 耶律查寒在逼八戒喝下毒酒 他早已认出两人 两姐妹只能掀桌子拼命 然而 耶律查寒人高马大 一招就把两人打飞 正当他得意无比时 焦光谱一个飞身赶来 一刀刺向耶律查寒 旁边的辽兵也一拥而上 好在店小二和厨师 也不是吃素的 客宅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辽兵们到处乱看 小二和厨子 躲进肖蒲在割藏身处 两姐妹和焦光谱 在店内厮杀 一脚便将焦光谱踹飞 八戒破墨而出 扎向耶律查寒 他快刀如雨 接连刺伤对方 然而 耶律查寒酒精沙场 人下疼痛 一棍掀翻八戒 正当他要赶尽杀绝之时 店外射来树枝飞剑 刘剑商 你想到牌吗 你个搞大的蛋 然而 刘剑商人狠话不多 直接将同事耶律查寒 一枪刺死 众人下的面无血色 刘剑商居然狠辣至此 这是悲兴棋的见证 焦光谱知道 杨老将军就是死于飞星旗之手 自然不愿梁姐妹出去送死 关键时刻 萧菩萨克停胜而出 光天化日之下 刘剑商自然不能不留情面 但他并未离开 天黑之后 一个不留 焦光谱也知道 刘剑商得行 他决定和八戒联手抗敌 让九妹带着金刀返回 刀在人在 替我再看一眼打送 众人唱了壮行歌 喝了壮行酒 士气刚被鼓舞起来 飞星旗就杀到了 八戒一手扬家枪 出神入化 焦光谱以一对多 也不落下风 然而 对方人多势众 仅凭车轮战 便消耗得两人体力不支 焦光谱转换思路 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坑杀几名飞星旗 但他也被摔得一蹶不振 八戒身上接连中刀 焦光谱拼命来救 姐姐 救我来救 我的心灰热 倒在 人在 然而 九妹并没有走脱 刘建商在殿外将他堵住 九妹看着受伤姐姐 痛苦不已 谁了 刘建商的一句话 惊丹了众人 小二 签马 怎么样大人 原来 小二是刘建商仗下密探 三人的一举一动 他都了如指掌 萧菩萨哥冲了出来 焦光谱示意他不要冲动 然而 萧菩萨哥扬尊处优 涉事不深 不怕不怕 刘将军放了他们 刘建商 刘建商将他生生掐死 巴结气愤不已 但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刘建商违造罪证 污蔑三人 意图刺杀萧太后 想要挑起宋辽大战 来 花牙 放开我 小二飞鸽传书 送出认罪书 他本以为荣华富贵 唾手可得 谁料刘建商令人将他一刀刺死 我罪恨不忠不义之人 焦光谱还想挣扎一番 他愿意认下所有罪证 只求放过杨家小姐 谁料 厨子突然走出 他居然是刘建商的侄子 焦光谱心如死灰 我当年救你之事 不曾想过你是北汉人 更不曾想过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厨子面不改色 为刘建商献上禁酒 光复大汉 指日可待 兄弟们 乱起酒来 干 谁料 众人刚喝完酒 就感到腹部脚痛 原来 厨子并未背叛 叔父 能不能放杂鬼吗 他对我有恨 刘建商一掌挥出 焦光谱趁机杀死守卫 刺破酒壶划出火星 你这是何苦呢 对我侵杀鬼的 没办法 他是我叔父 三人重振旗鼓 势必要将刘建商斩杀于此 然而 刘建商是沙场老将 没急下 就大败三人 但他也已是强弩之功 救命 刘建商量枪着上马 他要逃命了 来 在三人的围攻之下 刘建商倒在血泊之中 雨过天晴之后 三人终于见到了故土 这绝对是最霸气的官二爷 面对曹俊和东吴士兵的前后夹攻 仅剩十几名骑兵的他却丝毫不惧 然而 英雄驰木 此时的关羽已年镜花甲 赤兔马也不再年轻 那么今日被困卖城 他是否能够突围 当年正值壮严的他 温九斩化雄 三英斩吕布 斩炎良 朱文丑 过五官斩六将 让他名声大噪 自桃源三结义 关羽誓死追随大哥刘备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经过半生戎马 颠沛流离的刘备 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巴蜀 建安二十四年 也就是东汉末年的最后一年 蜀汉刘备 北魏曹操 东吴孙权三分天下 那年 关羽率兵北上乏位 此时的关羽虽已年镜花甲 但老当义壮 骁勇善战 所过之处 人养马翻 没有一和之将 在樊城与守将曹仁对峙时 关羽水淹七军大获全胜 眼看就要拿下樊城 不料后方遭到东吴军队偷袭 前后受敌 荆州各郡县失守 关羽只得带着残兵败将 退守至麦城 但进粮绝之际 一个逃兵 想要弃军散走 却被关羞抓住 怒火中烧的他 想要杀一警百 关键时刻 被其父关羽拦下 关羽被困迈城 插尺难飞 但仍然不愿投降东吴 他决定从北门突围 可城外守着两万吴军 突围风险极大 可谓是九死一生 关羽善待下属 去留随兴 而他自己 应忠于憾事 九死不回 关羽带着儿子 以及少数随从 拼死突围 此次东吴军领头的是 偏将军潘章 此人武艺谋略 虽远不及关羽 但此时的关羽 已陷入绝境之中 在潘章的施意下 副将陆茂大喝一声 准备火攻 东吴士兵 启动投尸机 只见数师可火球 自空中 猛然砸向蜀军 蜀军没有防备 被砸得人仰马翻 即便如此 可依然斗志昂扬 不惧生死 无尾冲锋 混乱之中 一个火球来袭 幸好老将军 及时勒住赤兔马 一个翻滚 平稳着地 手中青龙烟月刀 人不离手 手下见主帅受袭 立马施展盾牌阵 浴血奋战 将其护在其中 果不其然 由人强组成的盾阵 能抵挡火球的输出 潘章见蜀军如此英勇 索性带领两万人马 赶来决战 潘章一声令下 众吴国骑兵发动冲锋 只见关羽刚猛异常 手持青龙烟月刀 以一敌时 战力很强 瞬间就将吴兵 砍得人仰马翻 虽说吴军在人数上 占上风 却也只是送人头 潘章就在不远处观战 却也不急不躁 富将陆茂 心领神会 再给众手下洗脑后 便带头杀向蜀军 所谓人多力量大 只要他们目标一致 就算是一个打不过 就上十个 十个还不希望就一起上 时间一长 蜀军的体力就会被消耗 面对打不完的敌人 关羽带头誓死突围 过程非常惨烈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吴军被射杀 关羽身后敌军的尸体 亦是堆积如山 眼见关羽身边只剩 他的大儿子关平 数万无兵将两人包围 韩章便大摇大摆地现身 关羽长 我今日大势一去 还不快快气刀就响 韩章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要招降 一生中意的关羽 是绝对不可能投降的 想当年曹操为了招降他 加官警觉 赏赐无数美女 然而关羽忠肝义胆 展颜良 诸文丑回报了曹操 性格高的他并没有归降 千里走单旗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和大哥刘备相会 何时想过气刀投降 竟然如此啊 潘章也不再废话 一声令下 吴军对着关羽父子二人 万简齐发 一代忠臣良将 败走麦城 就此陨落 当年刘关章三兄弟 桃园三结义 兄弟情笔经见 关羽大义施荆周 败走麦城 作为大哥的刘备 为什么没发兵救援 有人说 当初孙流联盟 共同抗操 导致刘备 对东吴放松了戒备 曾经的盟友突然被刺 刘备始料未及 葬礼上 刘备哭得声泪俱下 三日水米未尽 念着二帝云长的名字 不愿同生 胆求同死 就在这时 关家二子 关心主动请命 要去东吴 替父报仇 刘备吃一片刻 指天发誓 要亲自率兵踏平东吴 为二帝报仇 群臣得知主公要御驾轻征 立马劝他不要冲动 蜀国根基不稳 若是贸然去伐吴 只怕曹操会从后方偷袭 带到足够强大 再去伐吴 刘备再三考虑 值得暂且取消伐吴计划 随后安慰关心 其父之仇 带到时机成熟 他必报 然而关心哪里等得了 当即交出将领状 主动辞职 他决定单枪匹马 去找潘张报杀福之仇 曾经的部下周苍拦住关心 关心铁了心要去 甚至是拔剪相向 父兄姐王 我怎能一人苟且投身 两人交起了手 关心因丧失理智 出招毫无章法 几个来回便落了下风 你必须沉下心来 积蓄力量 无敌而后动 经此一劫 关心没有贸然杀进东吴 却又因没有好的报仇计划 整日借酒消愁 而刘备也迟迟没有伐吴 反倒是东吴率先进攻 潘张奉孙权之命 驻扎在伊陵水寨 伊陵水寨是伐吴的必经之路 而那潘张更是关心的仇人 此刻 蜀军探子已将消息传到军营 刘备与众手下商量应对之策 伊陵水寨 新秀的城防 坚步可摧 他们决定有几名精锐 从密道潜入伊陵 关闭水闸 载由大队的蜀军渡船公路 那么该由谁去完成关闭水闸的任务 周苍张豹主动请命 人多好办事 老将军推荐了神剑手樊陵 樊陵虽是女子 可巾帼不让须眉 幼时家人被吴军杀害 便苦练剑法加入蜀军 这时关心赶来 将一张地图交到刘备手中 打开一看 竟是伊陵水寨的城防图 原来那日关心在集市上 无意之中听到两个工匠 正在谈论东吴军队在伊陵家主城防 关心抓住两人仔细审问 经过一页的研究 画出伊陵水寨城防图 有了城防图就能顺理潜入 随后关心主动请命 要求加入精锐 随周苍张豹樊陵四人 潜入伊陵水寨破坏水闸 死去只许胜不许拜 入业后四人埋伏在江边 当一艘东吴货船路过时 四人趁机潜入 张包不愧是张飞之子 无意高强 骁勇善战 一伸手就是一个无兵 关心不甘示弱 赶紧上前补刀 周苍早已杀入船舱 樊陵从船帆上一跃而下 不忘用弓弩扫清障碍 四人无意高强 是蜀汉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没过多长时间 四人就控制住这条东吴货船 还活捉了领头的 四人换上吴军士兵的衣服 乔装成吴军 挟迫领头的带路 天快亮时 来到伊陵水寨附近 过闸时 四人担心吴军不放行 领头的主动吹响号角 果不其然 吴军放下水闸 四人顺利来到伊陵水寨 乔装成送酒的士兵 打算混过去 关键时刻 副将陆帽来查腰牌 关心将腰牌递给威首的 虽说腰牌没有问题 可陆帽喜怒无常将其杀害 幸运的是 陆帽并没有发现四人 不久 四人来到一间荒匪的宅子 计划从密道破坏水闸 此生成败 在此一搏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潘璋的抛砖引玉之计 当初 关于败走麦城 功劳被吕蒙独占 潘璋为了立大功 便让工匠去蜀国 放出假消息 故意泄露 伊陵水寨的城防地图 引他们来攻打自己 暗中设下天罗地网 重创蜀军 过不其然 关心上当 误以为城防地图是真的 将地图拿给刘备 还组建了一支四人赶死队 潜入伊陵 在过关卡时 副将陆帽更是故意放走关心 而外面 蜀国老将军黄忠 已带领蜀军战船 行至水寨附近 只等关心四人破坏水渣 发信号给他们 便杀进伊陵水寨 另一边 关心四人按照地图 已找到水渣密道 在解决几名守卫之后 四人合力打开一道千金闸门 一路寻找 直至密道最深处 果不其然 看到几名东吴士兵 正在操作水渣 四人确定就是此处了 登记冲上去将对方团灭 凡灵拿出随身的弓弩 以剑来袭 果真破坏了水渣机关 守在水寨边的眼线 看到江面水位发生变化 立马发信号 给蜀国老将军黄忠 传国号列 全军备战 传速前进 而密道里的四人 在准备撤离时 关心却故意走散 原来他要留下来 杀了潘章 为父亲报仇 关羽大义诗经舟 败走麦城 那么在他死后 他的青龙烟月刀 和赤兔马 被谁占为己有了呢 潘章的兵刃也是大刀 围剿师曾立下功劳 因此孙权将这两件宝物 赏给了潘章 众所周知 马的寿命一般是 30至35岁 当年曹操将赤兔马 送给关羽 大约12岁 跟了关羽足足21年 所以赤兔马到潘章手中 没过几天就死了 青龙烟月刀 堪称三国第一刀 重达82斤 由一位神将 欧星力血打造的 毕生之佳作 完工之时 风起云涌 龙影虎啸 天讲祥瑞之色 潘章得了青龙烟月刀 虽然满足了虚荣性 可惜能力有限 在短时间内 并不具备掌握 青龙烟月刀的能力 而关羽之子关性 曾立下誓言 一定要杀了潘章 替父报仇 夺回青龙烟月刀 为了杀潘章 关羽在完成 破坏水渣的任务后 便故意与周苍张鲍 樊林三人走散 乔庄成小兵 行刺潘章 谁知低估了潘章的实力 一个轻拿手 便将关羽活捉 潘章见行刺之人士关羽 猜出蜀君已上当 便得意洋洋的 说出实情 他们故意放出假消息 让几人来猜出假机关 迎蜀君攻击 遗陵水寨 设下陷阱 将他们一网打尽 殊不知 当断不断 必有后患 潘章命人将关羽 押入水牢 想要羞辱他 以此见证自己的手段 看守的狱卒凶神乐煞 正欲对关羽使用 炮烙之行 你们这些 自以为是的大人 把我等当作皮肤 关羽灵机一动 已有军情 可立功为诱儿 迎狱卒靠近自己 关羽趁机出腿 缩死了狱卒 关羽成功越狱 以鲁厮杀 在密道之中 关羽发现了大量食指 食指可燃烧 不容于水 也不会被水浇灭 关羽猜出这些食指 是吴军用来对付 蜀国战船的 一刻也不敢耽搁 赶紧去与张包三人会合 没多久 便找到三人 并告诉他们 中了攀章的诡计 这时四人才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 那么轻易就破坏了水渣 事不宜迟 四人得尽快去通知 大将军黄忠 在击杀一波追兵后 樊灵受了伤 为了阻拦其他追兵 周仓和张包合力启动机关 放下千金闸 周仓殿后 独自应对赶来的无兵 其实周仓 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人物 本是黄金军 张包麾下的大将 张包死后 周仓落草为寇 后来便追随关羽 原主中周仓在关羽 败走迈城后 拔剑自吻而亡 而在这里 却是为关心拖延石剑 关心三人逃到密道的尽头 却发现是条死胡同 绝望之际 三人听到水流的声音 想来石壁外面就是江面 关心想出一计 点燃炸药炸开石壁 果不其然 找到出口 傍晚潘张来到城楼上 看着江面上 成群结队的蜀国战船 潘张一声令下 吴军立马启动 事件准备好的投尸机 只见一个个大火球被引战 通过机关投向蜀国战船 火球落到战船上爆炸开来 瞬间将战船燃烧了起来 沦为一片火海 这时 副将陆茂却发现一件怪事 战船上没有蜀国士兵 起船逃生 潘张也觉得奇怪 殊不知 温兴三人从密道潜入江中逃生 便赶去向老将军黄中 汇报了潘张的计谋 得知吴军想要火烧战船 关心想出一计 将己就计 入眼后 在一些小船上放满稻草人 请吴军主力 让吴军误以为蜀国战船上当 想要攻击伊陵水寨 潘张发现上当 此时蜀军已潜入密道 密道内的守兵不堪一击 蜀军一路势如破竹 潘张提着青龙烟月刀赶来查看战况 此时他的手兵已经凉凉 只剩副将陆茂 我这子 张包拦住陆茂 出手丝毫不含糊 足话说虎父无犬子 张包身为张妃之子 和他父亲一样勇猛 彪悍 一番恶战 张包将陆茂击杀 潘张并没有给他助战 反倒掉头就跑 来到密道外 潘张让手下将密道大门锁死 这时手下来报 真正的蜀军战船已经靠岸 噩耗连连 眼看紧锁的密道大门 就要被蜀军推开 潘张心知不妙 提着青龙烟月刀逃向城内 关心眼鸡手快 怎能让仇人逃走 一路追击 行至一处卢尾荡 突然背后传来道声 只见潘张提着青龙烟月刀砍来 关心俯身躲过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抄起手中的刀 与潘张打作一团 潘张乃是东吴大将 他身强力壮 异常凶狠 关心情绪激动 加之两日来 与吴郡厮杀体力不支 便落了下风 被潘张打翻在地 可关心不甘示弱 潘张一时半刻 想取他性命也不容易 追至一处荒宅时 两人再次较量 潘张想处离间之际 推卸责任 说关羽之死是因为蜀郡没有及时救援 嘲笑他无知 关心岂会上当 两人以命相搏 潘张虽精通刀法 却没有用自己的大刀 而是青龙烟月刀 话说这青龙烟月刀重达82斤 若是没有掌握技巧 用起来便十分吃力 所以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两人各有负伤 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 关心拔掉潘张的发簪 刺向他的脖子 瞬间鲜血直流 潘张捂住伤口想要逃走 关心捡起青龙烟月刀 刺了个透心梁 关心终于替父报仇 不过伊陵之战却才刚刚开始 在明朝 朝廷为了对付通缉要犯 建立了六扇门 成员歇使武陵高手组成 最近京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 假币泛滥 六扇门奉命调查此案 据可靠消息 嫌疑人为独行大道贾三 这晚贾三会拿着 驻碧同模到最远楼与人交易 除了六扇门之外 还有另外一队人马 在追查此案 那就是神侯府 侯爷诸葛正我亲自带队 随行的手下众多 其中还包括女军师吴晴 她虽双腿残疾 但通过意念能读懂别人的内心 在盯上嫌疑人贾三的同时 吴晴还发现了两名高手 冷血和追命 冷血是六扇门的捕快 追命则是江湖中有名的讨债人 据说没有他讨不到的账 诸葛正我 让手下不要打草惊蛇 等到嫌疑人交易时再行动 不久 追命主动与嫌疑人贾三打招呼 一个擅长追债 一个是独行大盗 原来两人是熟人 追命看到对方手中的 铸笔同母后 大吃一惊 提醒他 这东西可不能要 一旦被朝廷发现 那是死罪 这时人群中的冷血 占了出来 与贾三手势相认 正与交易时 追命大喊 酒中有毒 贾三抽回模具 慌乱逃生 反倒是六扇门的冷血 和追命因误会 打了起来 很快罪月楼乱作一团 还没等神侯辅众人行动 外面便传来一阵喧嚣声 六扇门大队人马 将罪月楼团团包围 原来在罪月楼之前 冷血就已将卖家抓捕 刚才冒出卖家 想要来个人赃病祸 不料计划被追命打乱 混乱之中 有人使用暗器 攻击六扇门捕神 幸好新来的女捕快 姬摇花 及时出手将暗器打落 紧接着一路追击 嫌疑人贾三想要趁乱逃跑 神侯辅军士无情 用意念控制住楼梯 将贾三拦下 神侯辅高手铁手及时出现 以依照西沙掌 将贾三吸回 诸葛正我 将嫌疑人贾三抓获 此刻 屋外的冷血和追命 还在较量 两人无意都不弱 打得有来有回 直到被六扇门的铁盾镇控制 就在这时 诸葛正我走了出来 向六扇门的捕神 亮明身份 他奉皇上之命 来办假逼案 刚才嫌疑人案 已经招供 我没听说过什么神侯辅 能在京城办案 同来只有六扇门 半路被人截胡 捕神大怒 让手下将所有人 带回六扇门查办 诸葛正我岂会同意 就当双方对职之时 王爷来了 证明了诸葛正我的身份 还让他将皇上御赐的金牌 拿出来 如此一来 捕神只得妥协 诸葛正我也没有为难 同意将嫌疑人 和模具 交给六扇门 不过有个条件 那就是将追命留下 在外人看来 追命是江湖中人 实际上是 诸葛正我的卧底 有王爷在场 捕神只得答应 回到六扇门后 捕神请来 铸臂厂负责人徐公 经他检验 此物确实是 他们丢失的铸臂同模 徐公将铸臂同模 带回铸臂厂 手下察觉出异常 提醒徐公 这并非他们丢失的铸臂同模 可徐公态度强硬 一口咬定 说这就是他们丢失的东西 还以家人性命威胁手下 不要泄露 恭喜捕神大破同模盗窃啊 六扇门又理大 捕神不惜反怒 怒斥捕快冷血 私自行动 令手下损失惨重 差点让嫌疑人给溜了 说吧还收回了冷血的令牌 让他回家反思 神侯府得知冷血被隔职的消息后 无情和铁手找到冷血 炫他加入神侯府 原来最近神侯府啊 正在招兵买麻 冷血是难得一见的高手 起初冷血并没有答应 诸葛正我亲自出马 反倒安慰冷血 他是个人才 捕神只是一气之下将他隔职 这期间 诸葛正我希望冷血 能和他们一起追查 铸臂同模案 案子不是走破了 追命判断 假三的同模是假的 就这样冷血临时 加入神侯府 可军师无情总觉得冷血目的不纯 却又被冷血英俊帅气所迷 因此无情并没有揭露他 冷血似乎也感受到了 就当两人四目相对时 无情浑身酥软 帅气的冷血惊艳到了他 天手追命看出两人暗身情愫 清场高手追命啊 忍不住提醒 冷血听到后 故作镇定 其实冷血并非真心投靠 他受上司捕神之命 来神侯府打探消息 捕神将他革职 只是两人演的一出戏 只为让诸葛镇我相信接纳他 冷血将神侯府的情况报给捕神 他怀疑啊 铸臂同模 被神侯府啊给换了 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这天 追命跟冷血开了个玩笑 邀请他吃狗肉 冷血一听齐了 此刻他正愁找不到自己的宠物狗 误以为是追命将他吃了 瞬间发起狂赖 行为举止 犹如野狼一般狂躁暴虐 招招打向追命 躲避之中将巨型书架打飞 这正是犹如拼命一样 原来冷血并非普通人 而是狼族之子 每当情绪失控 他身上的狼独都会发作 面对狂暴的追杀 追命落了下风 危急时刻 幸亏无情使出意念 将冷血的兵器打落 可没有兵器的冷血不依不饶 这时 另外一名高手贴手路过 急忙上前驻战 想要阻止冷血的疯狂行为 不料反倒是被冷血盯上 成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 面对两人的围攻 冷血丝毫不落下风 更加的狂暴 颇余无奈 无情只得出手 三人拼紧全力 想要控制住冷血 谁知反被冷血的狂吼声震开 就连无情的轮椅也被摔坏 关键时刻 冷血却突然恢复了理智 将正欲跌倒的无情抱了起来 无情又羞又恼 傲娇的抽搐拐杖摆脱开来 紧接着投也不回的离开了 追命立马解释 这时诸葛正我带来了小狗 原来他们见冷血迟迟没有回来 去遛狗了 冷血这才明白 是自己误会他们 诸葛正我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劝他们欲试多考虑 切莫冲动 为了表示歉意 冷血提出帮铁手打铁 却被铁手拒绝了 原来铁手是在帮无情制作新轮椅 其实铁手并非机场小度 完工后 还主动提出让冷血帮他试作 冷血刚坐上去 按要求用意念去控制 这时无情来了 冷血看到他小弱乱状 冷血好不容易起身 笨拙地将轮椅推给无情 经历此事 冷血获得了几人的好感 成功混入神后府 几天后 市面上再次出现了假币 数量之大 百姓苦不堪言 对此钱壮战战兢兢 稍有一场就不予兑换 假币通行 天下即将大乱 诸葛正我下令彻查此事 找出假币的来源 同时又让追命教他们如何判断假币 很快 几人便找到了线索 这些假币均来自一家酒楼 冷血和追命在追查的过程中 还盯上了嫌疑人 两人一路跟踪 来到一处偏僻的宅院 找到制作假币的源头 因对方人多 两人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将情报 汇报给神后府 无情却说 姬摇花已经泄密 其他人却认为 姬摇花是在办案 六扇门 可能也盯上金不文 无情坚持说 姬摇花与金不文是一伙的 在其他人看来 两人是秦敌 无情在吃醋 作为卧底的冷血 又将消息暗中汇报给 袁赏寺六扇门的捕神 捕神为了立功 当即派重兵前去缉拿 不料涉案之人早已转移 这时礼物传来咳嗽声 众人正欲查看时 乌梁上方杀出一人 此人武功奇高 出道狠辣 瞬间连斩数人 其他人意识到不对劲 一用而上 不料此人竟高枪不入 仔细一看 竟是之前遇奈的捕快 寒龙 然而他却失去心智 以死之人 竟然复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打斗之中 一个身披斗篷的神秘人 来到姬摇花身边 在他耳边密谋着什么 原来姬摇花是幕后主使 安氏梗 安排在六扇门的眼线 得知作坊被发现 六扇门要来突击 姬摇花提前通知 工匠们撤离 还用西域妖法 控制住寒龙 实质称为傀儡人 面对不会受伤的傀儡人 六扇门同脸不慎被斩杀 姬摇花的姐妹不知真相 与傀儡人较量 眼看姐妹陷入苦战 姬摇花上前驻战 可为时已晚 对方已是无礼回天 傀儡人丝毫没有人性 就连姬摇花本人也受伤 关键时刻 冷血追命赶来 救下姬摇花 冷血和追命在与傀儡人较量时 发现了破绽 踢中他头部时 其后脑勺处掉落一根金针 人瞬间灰飞烟灭 殊不知这其实是 姬摇花的苦肉之计 无情早就猜出他是卧敌 可又没有真凭实据 几人给姬摇花包扎好伤口后 便开始分析傀儡人 一个已死之人 怎么就复活了 而且战斗力如此强悍 就在这时 六扇门的人杀上门来 还放出大量的弓箭 关键时刻 无情施展意念 将弓箭打落 就当双方对峙之时 诸葛正我来到 问名缘由 捕神一口咬定 神侯府包庇重犯 杀害六扇门中人 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六扇门的捕神是怎么当的 无凭无据 居然污蔑神侯府 争执之中 冷靴卧底的身份也被揭露 可诸葛正我并没有为难他 冷靴不知如何面对 转身离开 就当他重回神侯府时 却发现神侯府已被六扇门查封 诸葛正我没有硬拼 反而劝手下冷静 只有侦破假避案 才能还神侯府清白 各方势力暗潮涌动 天下没有捕头风的墙 姬妖花卧底的身份也因此暴露 这天 姬妖花和小姐妹在浴池 期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死人竟是六扇门的第一捕快 岑冲 岑冲也不含糊 直接说出姬妖花的身份 安氏梗安插的卧底 他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给六扇门出头 而是为了杀掉捕神 取而代之 他希望姬妖花尽快出手 不料姬妖花并非善累 一不做二不休 将对方按到泳池里杀人灭口 此刻 神侯府众人为喜庆嫌疑 来到那间废弃的作坊 几人回忆那天的傀儡人 拥有超强的自愈力 百思不解 在现场发现了一些 带有气味的粉末 铁手见多识广 他告诉众人 这是夺命兰 相传西约有种神兵术 利用夺命兰和金镇 控制死人 制作成为傀儡人 只要在目标上撒下粉末 傀儡人就会不断攻击 那么去哪里找金针呢 无情通过意念 很快就找出 丢失在现场的两枚金针 这样说来 那日几人将金针打落 傀儡人才会变成粉末 那么去哪里找夺命兰呢 这种药材十分罕见珍贵 比黄金要贵得多 众人将目标锁定于 六扇门的死对头安氏梗 话说这安氏梗 外号财神爷 其手下众多 为了验证猜想 冷血和祭妖花来到码头 查看安氏梗的货物 铁手和追命也赶到此处 一番寻找之后 发现几具棺木 回去后 几人将消息汇报给诸葛正我 不料诸葛正我 却让他们去六扇门报案 几人猜测 六扇门的捕神 已被安氏梗收埋 就连冷血也劝他不要去 诸葛正我便改道 去向王爷求助 冤家路宅 两人来到王府 居然遇到了六扇门的捕神 原来捕神也是为了此事 他已查到假逼之案的主使 是安氏梗 捕神此行 也是向王爷求助的 说到这里 诸葛正我也站到了捕神这边 经过商量之后 王爷让两人不要打草惊蛇 突然王府大厅传来动静声 安氏梗竟然主动杀上门来 还带来了一支傀儡部队 安氏梗想要先下手为强 向傀儡人下达格杀令 将王府杀得片甲不留 傀儡人没有痛绝 刀枪不入 肢铁刻意再生 战斗力十分强悍 王府的护卫根本就不是对手 很快傀儡人就杀进了内堂 打斗之中 吴晴用意念杀敌 不料 姬妖花竟然来阴的 从背后打出暗器 吴晴早就对他心生防备 弯腰躲了过去 身为卧底的姬妖花 终于露出真面目 面对围攻 吴晴只得抛下轮椅 借拐杖之力 上了二楼 姬妖花杀了上来 吴晴用意念操控暗器反击 姬妖花飞身躲过 作为卧底的他武艺高强 不甘示弱地回击 然而吴晴技高一筹 不料姬妖花居然会隐身术 从背后将吴晴刺伤 眼看他们就要落下风 冷血追命的人找了过来 见王府大门紧闭 三人深感不妙 当即破门而入 果不其然 屋里正在恶战 看着大量的傀儡人 三人早就知道如何破解 打出他们后脑勺的金针 在三人的努力下 一些傀儡人纷纷化作坟墨 然而傀儡人的数量 着实太多 很快他们就陷入苦战 诸葛正我看到这一幕 似乎有所领悟 当即放出大招 只见一道气浪来袭 成群结队的傀儡人 瞬间灰飞烟灭 此举让安氏梗大吃一惊 冷血针戒挥刀砍向安氏梗 不料安氏梗 以一道火焰掩护 铁手和追命冲上来驻战 安氏梗再次使用西域妖术 形成一股火焰蒸气 尽管一对三 安氏梗还是占了上风 在安氏梗看来 三人的武功不过如此 混乱之中 姬妖花为冷血挡住攻击 冷血急了 把受伤的姬妖花交给吴晴 自己再去对战 殊不知 姬妖花见风使舵 此举是为了与安氏梗贴亲关系 吴晴能读懂他心中所想 却也找不到理由拆穿他 此刻 三大高手正在围攻安氏梗 诸葛镇我则在一旁观战 很快 三大高手就反败为胜 受了伤的安氏梗在逃走时 竟然冲向吴晴 几人担心围了起来 不料安氏梗却抱着姬妖花 想要冲出去 众人觉得意外 难道姬妖花是卧底 谁知姬妖花却给了安氏梗一刀 被心爱之人背叛 安氏梗绝望 纵身一跃到了空中 紧接着开启了自曝模式 恶魔安氏梗 命丧皇权 很快 铸臂同母丢失一案被侦破 王爷大喜 表扬了在场之人 还说要禀告皇上 论功行上 柳山门和神侯府的误会 也因此解除 可直觉让吴晴觉得不对劲 不久 冷血向补山辞职 加入神侯府 只留下一脸委屈的姬妖花